那其實在半年前我跟徐曉欣是第一次在這裡見面 因為我那時候拿了一個鏡子來送他 希望他能夠現出原型 沒想到鏡子送完之後雖然破掉了 但是在半年後的今天他已經快現出原型了 那今天為什麼來到這個北檢來去告發他呢 最主要是他在這一次捲入這個詐欺洗錢案的過程中 他一開始就先說謊 後來的供詞都反反覆覆 所以我們認為這其中可能有一些問題 結果相關的資料還有把他過去的一些說詞拿出來做比對 顯然確實有很大的問題 那今天呢最主要就是他當時是說 這一間公司就是這個漢城稀土材料公司 也就是說被洗錢的這個案子的公司呢 他在2021年成立的時候是跟徐曉欣的婆婆 請婆婆去借貸了這個2000萬出來 後來又變成1880萬 那今天是他又爆料說是1450萬1450這樣子 所以呢過去就可以發現徐曉欣都沒有講實話 那他到底想要隱瞞什麼我們實在是不知道 那這2000萬呢他當時的說法是他協助了處理利息的部分 然後後來又說他有墊付利息100萬 所以呢我們就想要請問他說他墊付了這100萬的利息 還有處理這個借貸利息的問題 他可能要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要好好來跟檢察官說清楚 主要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他沒有說他處理的利息的什麼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他是用什麼身分去處理的 那處理了什麼 處理了多少優惠的利率 我想這些都要公開 因為後續這個資金是流向了這個詐騙洗錢案的公司 所以這個非同小可 我想徐曉欣要出來跟大家解釋清楚 再來就是他墊付100萬 他一開始是說他借嘛 那借據呢 結果被大家打臉了之後他又說 喔沒有他昨天又改了一個說法 他改了說法讓我手機板都來不及換 他又說呢 他這個是他跟他先生一起給他的婆婆 然後拿去還這個錢的 我這邊還有把這個 他就要媒體群組的這個貸 就感謝4X貓提供 他這邊有講說他這個錢呢 是他跟他先生一起給他婆婆 是幫他婆婆付的 然後又說呢 那婆婆是向銀行借錢借貸的關係 所以他那個錢是給婆婆 然後讓婆婆去還給銀行的利息 他想要用這種文字遊戲來繞過 可是大家應該要來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當初為什麼產生這個利息 就是因為他去借貸這個錢 那為什麼借貸這個錢呢 就是要給這一間洗錢 詐騙公司成立作為的資金嘛 那所以許巧欣 因為這個借貸衍生出來的一百萬 是許巧欣跟他先生一起來支付的 那他不是共犯 那他是什麼 如果他有借據 那他就沒有登記在這個 公務人員財產申報上面啊 那他為什麼不敢申報 好那如果沒有借據 他後來講的說法 是贈語的話 那更慘喔 他是用無償的方式給了這一百萬 那這一百萬的來源 第一交代不清楚 第二去向也不清楚 他為什麼要代電這一百萬 為什麼要去無償的提供這一百萬 然後讓他去還掉這個利息 我們可以回推來去看喔 假設這個公司的資金周轉有問題 他有可能會營運不下去 可是這一百萬非常關鍵 他付的這個利息 導致整個資金周轉是OK的 所以這個公司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可以繼續經營詐騙洗錢的形式 好我這邊就來跟大家說明喔 我們告發狀的內容 還有許巧欣可能涉嫌呢 違反的以下的幾條法律喔 第一點呢就是許巧欣呢 其實呢並沒有很清楚的說明 到底他這個跟詐騙集團呢 掛鉤的一百萬資金 他的來源還有流向 那這樣子呢其實呢是有可能會觸犯 貪污之罪條立法 第六條的第一項喔 那再來呢就是 他一開始最初呢 他的說詞呢是說 他這一百萬呢是用來 墊付呢他的婆婆的借款 兩千萬的借款 那在這當中呢 四叉貓就發現了說 他並沒有把這個債權的資料呢 登記在這個財產申報裡面 那其實呢這樣子就有可能也觸犯了 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法的第十二條 那結果呢許巧欣呢 聽到了大家這樣子說 就開始說 欸就開始狡辯 大家不懂法律啊 他並不是墊付了這個一百萬 他是呢贈禮他的婆婆 這一百萬 但是呢如果是贈禮的話 其實就像是剛剛佩華所說的 如果是贈禮的話 等同呢是他投資了這間公司 讓這間公司呢可以繼續呢運作 那在這過程當中呢 其實贈禮呢 就有可能觸犯了所謂的刑法三百三十九條 那我們就想要問許巧欣啊 你連這個罰款啊九百元都不想要繳了 怎麼可能還會無償的贈禮這一百萬給公司呢 這當中是不是有隱藏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那不管是墊付呢還是贈禮 都可以看得出來喔 一百萬不是一筆小錢 那一定是要在一定的基礎的信任的狀況下 才有辦法呢把這筆錢給出去 所以代表呢許巧欣並不是像他 在新聞媒體上面所說的 他跟呢這個大姑的關係是毫無關係的 像他這樣子想要幾度切割 他們之間呢過去也有數次的合作 比如說像是去年年底 他在競選活動上面的社群脫口秀之夜 也是跟大姑呢所屬的這個公司來去合作 來去辦理的 所以以上種種呢我們都可以都可以顯示出 其實呢許巧欣本人呢跟詐騙集團的主事者 關係匪淺喔 所以這樣就會涉及所謂的共犯之魚 就非常有可能觸犯了所謂的刑法339條 那以上呢我想要呼籲以及呢告訴許巧欣 他自己本身呢身為這個民意代表多年喔 對於這樣子的問題應該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如果呢他知法犯法喔等於呢是在呢推翻他過去呢 以正義作為他的選舉口號 如果呢他現在我們呼籲許巧欣 如果他沒有出來自動請辭並接受呢檢方的調查 他等於等同呢就是在詐騙他的選民 讓他來解決定